各位同路人和家人 大家好 我是Margaret 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我们今天很开心 你们又来到我们这个直播室 是香港乳癌基金会 Facebook直播的乳癌 你要知网络系列 一起再见面 今天已经是我们的第三讲了 如果大家错过了上两次 又想重温我们上两次的精彩内容 请连接我们香港乳癌基金会 Facebook的网页就行了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 我很开心请到我们 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心理专家 Jeanette 张贝之博士 Jeanette今天会和我们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讲解一下乳癌 与我们心理的关系 还有给一些建议和小提示给我们 Jeanette很感谢你 多谢你邀请 大家好 Jeanette 这次因为我们玩直播 在直播室里面 一定会有很多朋友 姐妹 传问题在我们的讨论室里面 当你讲解完之后 我会邀请你解答我们姐妹的问题 好吗 好啊 没问题 Margaret 我知道你也是乳癌康复者 是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幸运中了奖 因为那时候我就想 我又不烟 又不走 又很健康 饮食 也有做运动 为什么会这么中了奖呢 想着想着可能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因为我工作其实都挺大压力的 那整天都飞来飞去 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在办公室一天 还有时候为了赶飞机 或者都还要在飞机上 还没起飞的时候 还要在买电邮 在买电邮 看买黑莓 睡觉又睡得不好 有时候又会直接紮醒一块噩梦 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压力的问题 令到身体的健康出了问题 当然压力和身体当然有一些关系 因为当我们压力增加的时候 身体都会发出一些激素 我们说压力荷尔蒙皮质醇 但是如果持续在压力的底下 那些皮质醇又继续持续分泌 其实会影响身体有可能减低了免疫力 如果是这样 我们长期都有压力 很多人都是这样 那怎么样 我再说多一点压力和身体的关系 长期压力之后的影响是怎样 其实有压力 我们就好像有一些威胁 我们身体很自然会作出一些变化 因为都是本能来的 可能大家如果有感觉到肌肉比较绳紧 或者有时心跳加速等等 其实因为都是给我们 希望有额外的能量 准备面对这个压力或者威胁 例如如果真的不幸遇到贼 我们身体要帮我们准备 究竟我要跟一个侧打过 还是逃走 但是你可以想 如果长时间 好像一个摩打不停地运行着 总是会很容易坏 好像刚才Margaret你说的 新闻 很多人都会 影响食欲 也会提高了 可能一些心血管病 上肤肤感染那些风险 在心理上 当然也会提高了 患抑郁症的风险 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压力和情绪病 和乳癌的关系 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如果说到精神压力 暂时没有研究 确定指出 与乳癌是其中一个风险因素 不过 已经有研究说了 压力就会衍生了一些的习惯 例如吃烟 喝酒等等 当然这些就是 癌症的一些风险因素 另外我知道 我们香港乳癌基金会 乳癌资料库的报告 都显示了在受访者里面 略多于三分一的受访者 其实在确诊与乳癌之前那一年 都在受到高度压力 再给你一个例子 另外在外国也有些研究都显示 其实 尤其他的受访者里面 都有三十多个百分之的受访者 其实确诊了情绪病之后的两年内 都确诊了癌症 其实听你这么说 真的要好好保持精神健康 学会减压才行 但是说就容易 我们长期大家都有很多压力 怎样才可以减压呢 其实今天我也想跟大家 从几方面去分享一下 怎样减压 由内在因素去到一些生活习惯 生活模式 其实我们都要去调整 第一样我也想说一下一些性格特质 有些人是很完美主义的 每一样的事情都觉得不够好 不停地这样做 其实自己和其他人都有很大压力 你说到这件事就像说我了 我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完美主义者 或者跟大家姐妹朋友 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我很喜欢什么都要控制 和很预早计划 我试过和家人去做一些假期的计划 就写这个行程表 就写到好像专业旅游社里面的行程表 几点钟做什么 几时起床 几时吃饭 去哪里吃饭 吃什么 然后睡觉又怎么样 几时睡觉 几时起床 都写出来的 那都未止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日本 去日本旅行 我们想去一间很出名的吃和牛的餐厅 但是我就要确定 那间餐厅里面有我喜欢吃的那只牛 还有在那天 还要坐正厨师的桌面 对正厨师那两个位 第二个位都不行 但是我又不懂得说日文 所以最后我就很辛苦地在公司 找了一个认识日文的同事 然后请他帮我叫日本餐厅 然后跟他们说 那终于当然所有的事都搞定了 但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当然是脱了很多头发 很多汗 很多压力 说回来 我真的自己 创造了很多自己模型的压力 真的很厉害 很严重 我想问一下 听听的朋友 会不会也很要求高 又这么严重 如果有 不如给点反应 或者给点赞来看看 是 看起来也有点赞 我也不是最乖的 原来很多人都有这种 这种不明白 虽然很多人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要学会 如果真的好像严谨 这么严谨 这么要求高 引发了一些压力 其实我们也要调整 其实性格上 有些人比较严谨 好像Margaret 有些人比较随心 我们有时都不好 给一个像你说旅行 明明去享受的 令到自己这么辛苦 我们有时都可以向一些 其实随心的人学习一下 或者不如下次旅行 你试试交给人 交给人去计划 或者甚至不计划 看看会不会有另一种感觉 我正在学习 不过有些难度 所以我们不要困在自己的框架 当然是明白一些难度 不过也不要觉得 一定不行 试试吧 其实说到性格 除了刚才说很愉美主义 很严谨 其实有些人或者一些特质 就是很悲观 常常都是想一些很不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着眼一些觉得不好 不开心的事情 令到自己常常都很不开心 很大压力 所以今天我也想介绍大家的方法 可否调整 因为性格我常常都说 不会180度变 但我们如果有压力 要学会调整 我想介绍个开心传接给大家 是什么来的呢 是的 虽然我知道现在比较多人是用词词 但是传接都好 想想一下以前是否说 一打开 哇 发光的 很开心的 因为很多的灵 但是其实是要存起来的 有时候我们就是习惯了自己 只是着眼在一些不好的事 和不开心的事上 所以我就会邀请 有时候我会和人分享 我会认为你们准备一本宝 每天给自己写三个 你觉得值得开心和感恩的事 有时候他们都说 转是很难的 但我说其实你是不习惯 你让自己尝试一下 有时候我们自己太理所当然了 就是觉得很大件事才会开心 有时候我们要懂得欣赏一些细节 好像今天 其实今早下很大雨 我都能够很顺利来到 和大家分享 其实真的开心 我今天都要回去写六本宝 其实写下写下 你就开始习惯 不只是着眼在一些不好的事 我也想分享其实有个个案 我是我见的其中一个抑郁症病患者 他很好 他真的尝试去做 我们有时候都要让自己踏出一步 尝试去做 他的分享都是说 最初真的很难想 但是 写下写下 每天做 他就发觉很容易 而相对其实我不是只看到一些不好的事 也有些好的事 还有一次 因为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就突然间情绪跌到谷底 他就很担心 很不开心 觉得 是不是一位静悠回来找我呢 但他就常常都会带着那本宝宝 他就让自己看一看 他说突然间情绪又稳定了 因为原来真的有很多好事 很开心的事围绕着 让他又可以稳定一点 渡过他的难关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开心传接的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开心传接是怎样的 如果大家都觉得好的 就不如给点赞我们 或者有点反应 那其实呢 让大家想一下的时候 我其实有个例子可以分享 原来我自己也有一本类似的笔记簿 但是呢 今天之前我就不懂得叫他做开心传接 那本笔记簿呢 就是当我确诊了之后 我自己开的 我就不是每天写 但是我都会写 主要就是写 也都是写一些感恩的事 就是每一天感恩 或者每个月有一些感恩的事 我就写了下去 那接着我每一年的申立年 1月1日 开始亦都会则了我的新年愿望 那到年尾的时候 我亦都会看买我的新年愿望 可以做了多少个 那很多时呢 当我不开心 或者有点心加的 就会开这本入约的话 就真的好像開一本傳接簿 看看我原來有這麼多事值得感恩 我現在又好起來了 我現在又可以再向前去 我又覺得其實真的不應該這麼不開心 凡事上有這麼多東西感恩 以前我只是叫做自己的筆記簿 現在我知道了 這本筆記簿今天帶來了 我就改名字 由今天開始就叫做我自己的開心傳接 是一個很好的寶物 是自己的寶物 我覺得其實各位姐妹朋友 你們都可以今天開始做一個 你們自己的開心傳接 好啊 其實我也希望一件事幫到大家 另外我也想說幾方便 說完自己不如說和人的關係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很擔心 不知其他人會怎樣想 不想煩惱別人等等 其實就很封閉自己 我第二件事就很想跟大家說 其實都要建立自己的支援網絡 其實有時候都給自己開放多些 去認識不同的人 聽聽不同的故事 因為情緒支援是很重要的 對每一個人 有些人會覺得你煩的會不會 但是這個就是你自己想 究竟別人是不是真的這樣 還有我們又要嘗試去想一下 為何要說情緒支援呢 很重要 原來我們其實有時候 不是真的要那個人幫我們 完成一些事情 才需要找他 當你很不開心的時候 你有沒有試過 跟別人聊聊聊聊 其實有人能夠肯聽 或者別人說了些東西給你聽 你又能夠跟別人分享一下 說一下你自己的感受 其實這個是令到一個很溫暖的 就是那種感覺 亦都是幫我們處理情緒和壓力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所以有時候我們 又不只是覺得要封閉自己 所以我們要嘗試開放些 參加不同的活動 認識多些的人 這樣令我們自己 不會覺得這麼孤單 因為如果經常都自己 一個無助感 孤單感 其實很容易產生的 嗯 我也同意 我自己是一個比較 比哩巴拉都說出來的人 但我亦都認識 有些確診了的姐妹朋友 他們是真的覺得 我自己可以處理整件事了 或者我真的不想煩著人 那他不但不跟朋友說 連自己家裡最親密的子女 可能他都未必會跟他們分享 變成一個人 攬了所有的事情 就會很辛苦 真的會很辛苦 其實我也聽過 有些類似的情況 也會說 不要讓家人知道 不要讓子女知道 因為怕他們受不了 或者不想煩到人 但其實不是 尤其是經歷治療癌症 都是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你想想 如果當中 好像抱著一個秘密 很辛苦 可能大家中間會產生了一些誤會 還有我想說 其實不是真的 病者需要支援 其實家人也很重要 因為我想 癌症對大家來說 好像一家人的事情 其實能夠給他們付出 幫助 大家一起共渡這個過程 其實不只是對病患者 其實對家人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個研究 對象是一群的抑鬱症病患者 他們在小組裡 他們就會發現 原來有些人 又願意多些分享 又聽別人說話 又付出幫別人 安慰別人 跟別人聊天 相比一些 可能在小組裡 一直都不出聲的組員 他們的抑鬱症改善 其實效果是好很多 所以我們都要互相支援 Margaret有參加過這個小組嗎 有 其實我 或者我講一下自己 幾年前確診之後 我的主診醫生 就是張淑儀醫生 就是香港院癌基金會的創會人 我很記得那天 她跟我確診那天 跟我說的一番說話 她看著我 也不是很凝重的 其實很放鬆地看著我 她就說Margaret 我醫生可以幫你治療你的病 但是至於你的情緒方面的支援 我就建議你跟她們談談 然後她就在她桌面上 給了這份東西給我 原來就是 香港院癌基金會的一些資料單張 一個CD和一本書 所以我看完之後 就回到家 我第一時間 就打了電話上去 給香港院癌基金會 然後他們就 立刻和我開了個個案 給了一個護士社工 跟我的個案 然後在我的整個患病和治療 甚至到後來空腹的期間 這個護士和我都是真的 所以她也有一個好朋友 我有什麼事都可以打給她 她也有時候會打電話 主動打電話給我 她也邀請了我上去 參加他們 剛才你說的支援小組 最初我其實都不太想上去 但是我又覺得 不要緊 上去一下 那我持一個開放態度 但是也有一點患得患失的 因為我不知道上去 我會看到些什麼 但是我聽很多就是 癌症的患者 其實軟癌的患者 可能大家都是心情不好 大家又不太精神 然後大家坐在那裡一起哭 可能會搞到我自己還在喊 但是呢 進到那個房間那裡 哇 原來大家坐在那裡 八個人坐在那裡 每個人都正常人一樣 有些穿得很漂亮 但是有幾個 當然她可能因為在做治療 就戴著頭巾 戴著帽子 但是其實你不跟我說 我真的不會覺得 她們會是癒癌的病患者 大家聊聊天上來 又說又笑 好像普通行話家常 那當然輪到我分享的時候 我就哭了 說了兩句之後 但是她們每個人都來安慰我 說是這樣的 正常的 通常第一次 剛剛初確診是這樣的 那我去完那個一個小時的 支援群組之後 我整個人 真的可以說開心了很多 然後好像一靠心頭大石 放下了 出來的時候 就是完全 被我進去的時候 是兩個人 如果要用六個字來講 我可以說是 哭著來 笑著走 所以跟別人聊一下 跟別人聊一下 跟別人聊一下 認識多些同女人姐妹 是真的有用的 不需要自己一個人去走這條路 是的 我想Margaret的經歷 我都看到很多 因為在支援小組裡 我都看到很多過來的姐妹 其實一開始都很害怕 也對治療有很多誤解 我們說有時候 我們說多少都沒有用 但是來到之後 好像這樣說 有個空間 有人明白你 在哭著 但是剛才你說 你看到 他們說 他在做化療 他剛剛做完手術 完全不知道 這麼精神的 其實我說 我們說多少都沒有用 你親眼看到 原來那種淡定很重要 不過剛才也順便說到 家人 因為他們也有分享 我也有跟家人說 但是有時候 大家都有些落差 可能我想吃這東西 他又不讓我吃 但是你們 姑娘也跟我說 沒有問題 令到很緊張 我也明白 因為他們也是關心 而且我們也說 可能不是太了解 所以在支援上 剛才也說 不僅是病人 我們還有家人支援小組 我們也覺得 家人支援小組很好 一個是有社工 有護士 還有同路人 我們的分享 令到大家 一致 姐妹病友 和家人 大家明白 這些東西一致 可能減低了很多磨擦 所以我真的覺得 情緒支援 其實真的很重要 所以說到這裡 我又呼籲一下 如果有需要的姐妹 或者你們的家人 其實有需要做情緒的支援 或者認識多些同路人的話 不妨上來我們 香港軟癌基金會 的軟癌支援中心 我們是很高興的幫你提供這個 支援和服務 我們香港中心的電話 是2525 256033 九龍中心的電話 是25973251 25973251 另外我身為國內人 我都想建議一下姐妹 或者朋友 現在收睇的朋友 如果你們是40歲 或者以上的 就請你們考慮 真的每兩年 要做一次 乳房檢查 我們也有一個 乳健中心 在香港島和九龍 現在 其實我們剛剛 都在做一個優惠的 優惠券 送出 200元的乳健檢查 優惠券給大家 希望大家快點 不要錯過把握這個機會 一起做乳檢 一起去令到大家健康些 我們香港中心的電話 是31437333 31437333 九龍中心的電話 是25973200 25973200 順便補充一件事 就是其實我們的中心的 輪候時間和拿到報告的時間 是很快的 只需要一至兩個星期 所以是一個非常專業 非常好的一個中心 說到賣完這個廣告之後 我們其實就 不如說回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兩件事之外 其實還有沒有辦法 可以令到自己減壓 和精神健康的處理 好一點的狀態呢 我們當然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從哪個角度看事情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比如我們一些固有的框架 剛才也說了 或者之前聽過知道的一些事情 去解釋 我可能現在面對發生的事情 但其實又可能 未必是最完全知道正確 以及可能影響心情 好像這樣說 剛才我們叫Margaret喝水 喝完只剩下半杯水 可能很多人都聽過半杯水的道理 就是究竟面前有半杯水 我真的很不開心 慘了 只剩下半杯水 一會兒不夠喝就喝死我 還是 幸好還有半杯水喝呢 其實不同的態度 其實不同的看法角度 其實都影響自己的心情 其實在這方面 我看到我們的乳癌病患者 很多都很厲害 要採取這個方法 去面對他們的療程 例如在地上 可能要打化療針 可能打六針 打完三針 他們就會覺得 幸好很快 我已經結束了三針 只是還有三針 然後倒數階段 期望究竟結束了整個化療 去做些什麼 就不會說 慘了 現在才三針 你見到他們 無論在當中 生活質素 情緒狀況 其實都真的很好 當他們能夠 在另一些角度 去看他的治療過程 我也是 當時我做電療的時候 我不用做化療 我做電療的時候 四個禮拜 每天都要去做電療 其實都挺悶 身體都會越來越累 但是當時我一開始 跟老公說 我們不如這樣 我們決定每個禮拜 做完一個禮拜的電療 我們就慶祝一次 去吃一頓好的 變成每個禮拜 就好像開一個小型生日會 第一個禮拜 做完之後 我就說 還有三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 還有兩個禮拜 第一個禮拜 還有一個禮拜 然後做完了 我們每個禮拜 都有一個期待 有一個慶祝活動 期待著一件事 我覺得每一次很重要 其實我都明白 我們有時候說 用另一個角度 有時候 有些人都會說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自己想一想 因為剛才我都說過 有時候我們是被一些 控制不了 是的 控制不了 我們為什麼控制不了 我們被以往的經歷 我們自己以為的事情 就困住了 譬如這樣說 有個例子 因為確診所需要做手術 他就不想做 很害怕 很擔心 覺得不做了 不做了 我們就問為什麼不做 很傷的 我說很傷是什麼意思 總之很傷 然後我問 誰告訴你 你怎麼知道 那些人說 那些人是什麼人 然後他就說 總之那些人說 你們聽到我說話 我們都可以問一下自己 我們固有本身已經想的方向 其實 是不是有很充實的證據 告訴我們是真的 是這樣的 你看到很含糊 是嗎 然後有時候就說 但是如果不是 那我又可以怎樣 我們可以聽聽其他人的故事 看看其他人的經歷 擴闊一下自己 對這件事情不同的看法 所以好像 剛才也說 為什麼在支援小組裡面那麼定 因為裡面有很多同路人 也都在不同的階段 對 原來是這樣的 不是真的 我在不知道哪裡 別人說 那些 還有網上很多 對 網上太多了 嚇到自己 也是 是啊 如果真的 我知道我會這樣 我知道我應該這樣做 我知道我要下班 我知道我要怎樣怎樣 但是當我一確診了 知道那一秒鐘 其實都很難接受 那我怎樣 那當然 其實都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 其實真的不太容易接受 理解的 可能突然有時候很多人 都很普遍 為什麼是我 我又不已經又不走 對嗎 好像Margaret這樣說 為什麼是我 我們不要緊 首先我們給自己少少時間 定定 因為我們避免 剛才也說到網上 避免立即上網 不停地檢查 打一些照 然後檢查別人說什麼 因為這樣會加劇我們的焦慮和擔憂 我們首先不要讓那個不安困住 或者加劇 但有時候想哭一下 沒問題 我們都需要消化 我們可以找一些身邊的人 去陪伴你信得過的人 有時候說出來 去可能做一些你平時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或者做完之後 以覺得舒服一些 有些人可能會聽聽歌 或者有些人跟人聊天 首先我想都要給少少時間去消化一下 Margaret當時你一聽到消息的時候 的感覺是怎樣 我都很突然 我都很難相信 然後當然 當我接受了之後 就要去克服 但是很多時候說 其實我都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人 但是說 有時候你都會很不開心 很能說的 不知怎樣 尤其是當你等報告的時候 那很多時候 其實有時候是沒有人幫到你的 有時候就算你聊完之後 忽然間你覺得不開心 那我就會去聽一下歌 我就很相信音樂治療 因為聽歌是會令人抒發到情緒的 那我就通常找一些我喜歡聽的歌 或者找一些有勵志歌詞的歌去聽 那我其中很喜歡的有幾首歌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喜歡的一首叫做 《學彩》 就是都挺老下的 是陳百強 Danny Chan 另外 這個《阿信的故事》 是一個日本的劇集 很久很久之前 在香港很熱的 那他們那些歌詞 就很鼓舞 還有《獅子山下》 或者我可以跟你 我最喜歡最喜歡的歌 其實就是在《學彩》裡面的一些歌詞 或者我可以讀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那幾句就是 我唱歌不好聽 所以我不唱了 就是 春風一吹草在蘇 永遠不見絕路 明日變遷怎麽可知道 何是悲觀信命掃 此朝陽正初升 你要自信有光明前路 願知生命誠可貴 能為你鼓舞 那我覺得呢 其實這個就是在說 不要放棄 是 每一件事 死了之後會再生出來 所以是一定有希望的 所以我每次 讀到這幾首歌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不是一件 可能當時是慘 但始終會過去之後 明日仍然是很光明 要自己走下去 所以我就覺得 沒有那麽不開心 是啊 果然很黎智 其實也是 我們都要被自己消化一下 當你定了 好像沒有那麽不開心 原來都不是真的 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跟著下去 就是處理方法 就是 如果發現那麽是一個問題 我們就真的 可能相對 就真的需要 去想想一些 適當的解決方法 因為如果那麽是一個問題 我們不處理 那麽壓力 就只會越來越大 譬如好像 萬一你真的 確診了 其實好像 譬如醫生建議你做手術 或者做一些療程 那就不要避 因為有些人可能很害怕 有很多誤解 整個療程 剛才有個例子 說很傷的 很差的 那就寧願避了 但是 最終其實 癌症都還在 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們面對問題的時候 其中一件事 如果發現那麽是一個 需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就要積極去談 可以找一些適當的方法 去處理問題 其實我又想再說一下 剛才在說這個治療 另外就是 我想 結束了 很多姊妹可能擔心 復發育發 其實我都明白 我完全理解 亦都明白 因為我自己十年前 都患上子宮頸癌 當然你問我 我不會沒有想過 想過復發這件事 但是真的沒有困住我 我慢慢 其實現在我根本都放下了 這個古的假設 為什麽我會這樣說 另一件事 好像這樣說 我們要處理問題 就是我們都要拿回掌控權 什麽叫掌控權 就是我們可能經常都擔心 在想一些 我們控制不了 將來的事 我們控制不了 我們其實可能 明天大家發生什麽事 都不知道 但是我呢 將我的精力 心機 只是在想一些 我經常都說 可能發生 甚至可能不發生 可能復發根本不回來找我 那就影響了我的心態 我有時都會提醒自己 那些事情 我控制不了的 就不要想了 我可以做些什麽 當然要保持身體健康 一定要生活習慣 繼續去檢查 聽醫生說 這些其實就是我可以控制到的 我可以掌控到的 變成了 也都在我每天 已經有安排下一些活動 繼續外投入工作等等 在現實的工作 或者生活上 覺得很實在 很開心 其實那些擔憂 都慢慢 其實都不會困住你的了 我很同意 田 因為我自己都是 都會想一下復發的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可能會是 剛剛好幾多年 但是也都是 那些事情 你控制不了的 你可以做好的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珍惜一下現在的 活在當下 使用你現在有的時間 去做一些 你喜歡做的事 還有 還有 我覺得 乙顏對我來說 是令我整個生活的價值 價值觀 是轉了 我現在每天 都很開心 覺得賺了 還有 跟多些家人的時間 做 像你剛才說 做好自己要做的事 還有 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所以其實 都不要去想那些 可能發生 可能發生的事 是的 我也覺得應該是這樣 是的 我剛才都說 珍惜現在每一天 跟家人相處 我都看到 你剛才也說過 價值觀 生活態度 生活模式 其實有些轉變 我想今天 我想最後 其中一件事 都要處理 或者 我們留意的 就是我們的生活態度 和生活模式 我們有時候 都要建立 當然一個健康規律 的生活模式 但我們有時候 就說 也不要被病困住 因為不要經常覺得 我有癌症 這件事不能做 那件事不能做 但我們要接受 在不同階段 我們可能 都需要有不同的限制 很正常的時候 我們不同時段 都會有限制 但在裡面 好像這樣說 拿回掌控權 我可以做些甚麼 其實每天繼續 安排一些生活 一些小挑戰給自己 那些小挑戰 其實也不一定要很大件事 有時候 可能有些人 會覺得 有些事情 原來一直都沒有做 很想做 不如趁這些時間 去試做 也不要擔心 別人 怎樣想 怎樣看 我都看過 有時候有些新聞 不是新聞 即是我們可能 在社交媒體 看到有些報道 介紹過一個 老人家婆婆 她以前很想學芭蕾舞 但因為生活 學不到 其實退了 又辣 有兒子又酸 她不怕其他人怎麼說 就給自己一個挑戰 去學一下 然後她很開心 很滿足 其實她整個態度 很積極 她人生 說到婆婆 我又想起我媽媽 是 我媽媽在她80歲那一年 忽然間有一天跟我說 女兒 我想去學畫畫 畫畫 她說她很想去學畫畫 她說她很想去學畫畫 她很想去學畫畫 我想畫 OK 我就跟她報了一個 學畫畫的課程 她那一年是80歲 然後她學得很有興趣 我們也發現 她原來很有藝術天分 畫畫天分 然後三年後 她就開了第一個 個人的私人畫展 很厲害 是小型的 我們跟她開的 都稱讚她是開心事 是很開心 她好像開個人演唱會 收到很多花 很開心 她到現在 她今年90歲 她仍然在畫畫 仍然在畫畫 仍然很開心地畫畫 這個 我真的覺得 是一個 她如果那天沒有提出 她真的不會知道 自己居然可以畫畫 是 還有她其實 有了這個寄託之後 她人開心了很多 是 還有很肯試 我覺得這個重要 不是又關注自己想 但又不敢做 是 沒錯 其實 除了 我給一些小挑戰 建立一些嗜好 當然很重要 但我們也可能整個模式 香港人很快 自問 我也是一個很急的人 但我經常都提醒自己 要慢下來 現在經常都聽人說 慢活 慢活 但有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 我真的有很多事情做過 怎麼慢下來 其實不是要慢到完全拖長時間 但其實在感覺和心態上 可能有時候 我們可能要去一個地方 其實明明不是很趕時間 但習慣了一個腳步 就不斷急… 都提醒自己 慢些 我也要經常提醒自己 當你慢下來的時候 其實你的感覺是舒服些 或者我自己都可以分享一下 有時候 我都會嘗試在一些生活習慣 或一定要做的事情 慢慢調節 因為我們未必可以額外加很多事情 可能真的有事情做 例如洗澡 有時候我們不要急忙忙地 洗完就算了 每天都要做 但可能給自己多幾分鐘 但是我們很好享受 因為那段時間很私人 其實真的很私人時間 對嗎 享受一下 可能 例如淋浴的 雨打下來 不是雨 那些水 我都已經在幻想中 我已經開始幻想 打下來 很舒服 那種温度是怎樣 給多一點時間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滋潤 我很喜歡洗澡的時候唱歌 也好 是的 還有我覺得是 因為我記得我好之後 也有參加過很多 這個乳癌基金每支援中心的小組活動 其中一個是靜觀 靜觀的練習活動 我學了那個靜觀 其實也跟萬活有關 他有一堂就教我們 你試試回家 吃東西 吃早餐 煮一個早餐給自己吃 但吃的時候 不要看手機 不要看電視 只是專注在吃那個早餐 的味覺 的感覺 的臭覺 那 真的很不同 原來 因為我想跟大家 聊一下 通常現在大家吃東西 都是跟手機一起吃的 先拍照 然後看著手機 吃吃吃吃 吃完之後就吃完了 完全 甚至有時候是看著電視 其實那種感覺 我試過之後 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真的感覺到 那隻蛋是甚麼味 那隻腸是甚麼味 那碗粥是甚麼味 所以真的是很不同 很不同的一件事 我想吃下去 自己又享受很多 心情都好一點 對 吃下去又享受 不是趕著吃完 然後還要看著 又看這個社交媒體說甚麼 其實是一種東西 是呀 我想我們嘗試 在生活細節 慢慢摸索 這個 其實總會有機會 讓我們自己去試 另外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說 加一些小挑戰 做一下運動當然要 曬一下太陽 當然是重要 有時候 我經常會跟介紹 不如練習一下呼吸練習 為什麼 呼吸最好 你不需要特意找道具 又要不知在哪裡找回來 又要買 因為每個人都要呼吸 是嗎 但其實不是每個人 真的懂得呼吸的 我們在生活上 可能只是每天 加15分鐘 做些放鬆練習 呼吸練習 其實已經很不同 其實很坦白 因為我們的呼吸練習 其實幫我們身體 多一點的養分 都是滋潤我們身體 不過我想說 其實很多人不懂 不要以為呼吸呼吸 每個人都懂 有時候都問我 我見到的人 就說 你緊張 害怕 擔心吃 心呼吸 我說 你可不可以做一次 幫我看 然後我就說 哇 你在喘氣了 很快就喘氣了 好像很急 很急 所以有時候 他們都說 為什麼我越呼吸 好像越緊張 因為 其實我們又是太快 太急 不如我今天 簡單介紹一個 短短的 我們就說 我們可以一齊 用少許時間 去做一下 就是一個 叫吸短呼腸 為什麼 我剛才說 深呼吸 我看到Margaret 說很大口吸氣 但我們希望 呼氣反而是長一點的 不如各位姐妹 跟著一起做 或者現在正在收看朋友 是的 我們可以 我又說一下 裡面我會怎樣 我會幫大家一起數 我們先用四秒去吸 7秒去吸引一吸 8秒去呼氣 所以 如果現在 是一個舒服 安靜的環境 就可以去試 但是 如果有些 在逛街的 我想就不要了 是不是聽著 今晚回去 四七八 是的 不如我們數一數 如果想的 有些姐妹 可以閉上眼 聽著的朋友 或者坐得舒服 我們慢慢 我的聲音 會和大家 一起去呼吸 好 我們想像鼻 吸氣 1 2 3 4 Hold 1 2 3 4 5 6 7 慢慢 呼氣 1 2 3 4 5 6 7 8 好 暫時 一套是這樣的 但Margo想說 當你呼氣長一點 你的感覺是怎樣 他人會很自然地慢下來 是的 所以 其實我們說 有時候 我們嘗試一下這個方法 但是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起初還沒習慣 也很長 這麼多秒 我們可以先減半 可以2秒吸 3秒Hold 然後4秒呼 慢慢可以之後 就剛才用回 剛才4秒 7秒 8秒 我都會建議 剛才那一套 每次可能做4套 早做4套 晚上做4套 其實都不是很多時間 給自己感覺一下是怎樣 所以 我想 今天也說 有幾個方面 都希望 由內到外 一些生活習慣 去調整 減低一些壓力 Janella 我看到 我們在聊天室 有很多問題 進來 不如 我們還是去 去問問 我們開始答案問題 好嗎 也好 有一個 讓我看看 她說 有一個姊妹說 要面對癌症 但又要面對疫情 又擔心失業 很多很多壓力 怎麼辦 我都明白 現在很多時候都是 首先 我經常都說 我們擔心 又明白 因為可能很多外在事件 但剛才 可能都說 究竟我們在擔心 我們嘗試給自己 了解一下那種擔心 我經常都說 可以跟別人聊 或者寫出來 我們擔心 其實擔心什麼呢 例如說 擔心失業 但其實現在是不是失業 有時候寫出來 其實現在未是即時的問題 我們不要擔心一些 但可能我可以很裝備自己 在這段時間做些什麼 可能剛才都說 有很多擔心 但我們只是擔心 擔心 但不是很了解 其實我擔心什麼 擔心什麼 我們可能有時候 我經常都說 寫出來其實很好 有很多東西 列出來自己看清楚 還有跟著 我可以做些什麼 我剛才你說擔心疫情 我想是 現在全世界都很多人擔心 但我自己都會想 我們其實做好自己 我們好好保護自己 可能清潔一些 出街戴口罩 我們做好自己的部分 就有點像我們剛才說 我們不要擔心復發 因為做好自己 其實我們起碼做了自己的部分 萬一有些事情會發生 當時記住我們其實 可能要想想 才有什麼解決問題 方法 因為如果我們一次過 把所有的事情攬在一起 但又是那一句 那些事情還沒有發生 沒錯 那就會嚇到自己 先不要想太多 是的 這個姐妹就說 如果我想 加入那些支援小組 可以怎樣做 我想就打電話來給我們 剛才我們有個電話號碼 或者我們在討論室那裡 麻煩同事再把電話號碼 再給一次 九龍中心和香港中心的電話號碼 快點打電話來給我們 我知道每天 這位姐妹說 這位朋友說 我知道每天我都要做運動 但是怎樣維持每天做 形成習慣 這樣時也很難 是的 我想首先 自己都會覺得 這件事是不是很必要做 如果我們經常抱著很多 因為忙 有很多半腳石 我經常說自己給自己的藉口 就很難去實行 但是我會建議我們 想想自己的行程 很多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 成年人都會覺得 有什麼做 大約資 記下 只要記下要開什麼會 其實我們不是的 每天都好好鋪排一下 想想每一天 我的行程可以怎樣 在中間 在什麼時候開始做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開始 尤其是剛建立的集團時 我們沒有一個方向 或者定的東西給我們指標 只要記住要做 我們一定會做了生活其他事情 到最後晚上 又不知道幾多點 又不能做 先給一個時間表 設定一個行程 讓自己安排在運動 可以放在哪裡做 還有還有一件事 我也想提醒大家 我們經常說 要加一些習慣 或者改變一些習慣 是要慢慢來的 所以我們都會說 我們不要突然間 又很完美主義 我每天都要做一個小時運動 如果你完全沒有運動 不如想想 一個星期可能先加幾天 幾天都可以 或者可以每天加 但就短一點 我們就容易掌握 先一步試一下這樣 開始建立了覺得很好 那你慢慢就會融入生活 有淺入心 有淺入心 這位Doris就問我 Doris是家庭主婦 一直很努力地照顧家人 醫好了之後 知道要照顧自己 但怎樣才有先後次序去開始呢 即是她一直都習慣了 照顧家人 不多理自己 但現在怎樣改變這個習慣呢 首先 現在都聽到Doris的意思 都知道要理一下自己 我想想理自己 其實我都聽到很多的例子 我想香港的女性 實在太慢能了 什麼都做 可能自己要想一下 其實我有沒有一些事情 原來可以放給別人做 就像剛才Margaret說去旅行的位置 其實有時候是我們自己 覺得他們做得不夠好 或者他們不懂做 但是你想想 我不肯放給別人的話 其實對方都沒有機會去幫我們 或者去嘗試去學習 我想想想 其實很多事情 優先次序都看到了 其實一樣都重要 我不是說 不照顧自己 又不照顧家人 但是照顧自己 想想想 有什麼是等於照顧自己 我們要清晰的 不要太空泛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想好一點 其實好一點 那就是想怎樣 照顧自己 其實有什麼可以做是照顧自己 照顧家人 又有什麼可以做是照顧家人 先列出來 然後再看看 原來有些事情 自己做得太多 其實可能子女已經開始大了 其實可以放給他做 或者以前 你覺得老公煮東西不好吃 自己煮完 但其實不是的 可能你肯放給他 其實現在我聽到 我看到很多先生的煮東西很厲害 其實我想就是 自己想要照顧那幾件事 我們要看看實質 其實是要做些什麼 而哪些我可以放手 哪些我可以調整 哪些我可以調整 有些我可以今天做 但未必天天做 可能有時候 明天才做第二件事 好好地去安排 很好 我覺得你的提議 我看到很多問題進來 糟糕 都不知道這麼多時間回答 我們盡快 我在 Winnie問 我在工作很忙 我工作很忙 但是越忙我就越 吃東西又吃很多 很大壓力 那可以怎樣呢 即她很大壓力 她就工作很忙 那可以怎樣呢 我想工作壓力 每個人都有 但是我想我們先先 首先我們都會看回 我經常都說 那又不會叫你不做 沒有可能不做 但有時候有些壓力 其實是來自自己的 我們就要分一分 當我覺得壓力很大 其實那些壓力是怎樣呢 很多人就有很多事情做 其實我都會和 其實很多朋友 我跟她談的時候都說 有時候又是自己 其中是多事情做 但是有一些部分 她就說原來又不是這麼急 不過自己有個習慣 總之一定要做完那件事 我才會走 但是其實原來又不是急著 那天要交 那令到自己完全沒有時間 去安排 就像輸壓壓 做其他事情 所以她就覺得現在應該學會 咦?我們看一看 不要什麼都馬上 跟自己的要求 自己做完 我們有時候可能要 原來不是這麼急 我們就放下 知道下次再做 我想這個就是 我要先分一下那些壓力 哪些真的來自工作 但原來是因為我們一些特質 或者我們的一些習慣 加強了壓力 這個是其一 另外第二個都很平常的 也是加強了工作壓力 就是 我想我明白 我們沒有可能 每一天 就只有一個任務 做 當然很多事情一起做 也都好像剛才說 開著電腦 又看電郵 這裡又有WhatsApp 這樣去看 但是當我們要去做 工作的時候 突然間 可能見到電腦 彈了信封仔 有電郵 我馬上去看 其實這件事 是加強了我們緊張的感覺 我們會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事情 你就讓自己專注 例如你給1個小時 或者2個小時 我真的做了一件事 將會容易令我們分心的東西 就放進去 可能先關掉螢幕 先拿開電話 就放進去 我就很好地完成了一件事 因為我正正昨天才見到一個人 就說 是呀是呀 因為搞到我最後那天 就覺得 沒有一件事做完 讓讓開了頭 就令我整晚睡不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平常 大家都會 就是 出現的事情 所以這個都可以 可以去調整 當然就不止這些 不過我想每一個人都不同 我想想帶出 就是要分一分 有沒有有些事情 是自己加強了壓力 是的 這條問題 就是Susan問的 她說 我整天 康復之後 我整天都覺得自己有些事情不同了 令我有些不開心 那怎樣可以令自己開心一點呢 我想其實 可能在過完一個治療 可能很多人都覺得不同 但都是那一句 其實覺得什麼不同 哪一件事令你困擾 什麼令你不開心 這個重要的 要針對這個問題 是的 我也會提醒自己 其實人在不同階段 其實都是有不同 可能我小時候 可以熬夜 但現在我真的不行 我又要明白 又要接受 那我就不要熬夜 那我要知道 首先我要接受 明白我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是這樣的 但不等於我又什麼都做不到 我想舉一個例子 因為我想我在這個機構的時候 我都看到很多康復者 其中一個困擾 可能有一些姐妹 就會有機會有淋巴水種 但他們又很厲害 當然除了找姑娘 處理淋巴水種問題 他們有時候 一開始又是很困擾 哇 那我不是什麼都不能做 又不能拿得重 那樣又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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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是 哇 坐在那裡 但我真的要做 那一開始不開心 但其實他們很有智慧 其實那些姐妹 就說 沒有 不能拿得重 其實你又是想想 是不是以前自己 一次過太多 現在我們可以分散 有時候就是買個小車 是不是 推一推車 再不是 找老公幫忙 以前就不叫他陪買菜 現在當然是陪我買菜 那家頭細毛 或者其他事情 分開去做 網上購物 啊 現在是 所以 其實 我想又是那句 首先你覺得不同 好像說 針對哪一件事 令你最擔心 那件事 可能是真的不同了 但它不同了之後 是什麼事情令你覺得困擾 好像剛才那樣 又拿回掌握權 其實 我只是在安排我的生活調整 其實 很多姐妹 就算有淋巴水中 之後 沒有問題 生活一模一樣 只是生活習慣 要調整 嗯 讓我把這些問題 綜合來問 因為我怕我們的時間 會有少少緊張 這條問題 是兩位朋友 一起 我綜合來問 他說失眠 可以怎樣處理 做運動 做運動有沒有幫助 做運動和瑜伽 是否好呢 當然 首先 最直接回答 做運動 做運動 做運動和瑜伽 當然是有幫助 但是我們也要記住 尤其是劇烈運動 不要臨時做 只好要做精神 但輕微的拉下筋 其實是有助改善的 但日常生活 我們也要建立這些運動 做運動和瑜伽 其實對身體有幫助 對睡眠有幫助 另外 其實說到失眠 我想 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甚至曾經在這裏開過一個講座 就是主題說失眠 但我想在這裏 我想說 幾個很平常的犯錯 我想現在的人 都令到影響了 現在因為有很多手機 很簡單 坐在床上看 然後睡 我們就說不要了 尤其是有失眠的人 我們起碼希望 比20至30分鐘 睡覺前 停止所有 令到我們很刺激 很活躍的事情 因為會繼續刺激你的大腦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睡覺前一定看完手機 是的 但這個習慣就要改善 這是幾普遍的錯誤 但又影響了睡眠 就算你睡到 我都聽過 跟著開籌好像都睡得不淋 好像老是不停想 之前看的東西等等 所以避免在睡覺前 做一些很刺激的事情 令到自己定不到下來 也有時候我們都說 還有就是 如果真的睡覺當中 其實有時候起床 我就說避免看鐘 因為看鐘 有時候會不到三點了 又怕就怕了 我也是 是的 這個也避免看鐘 可能就盡量睡醒了 也有一些錯誤 就是如果你在調整睡眠 就是調整睡眠 有時候睡不到第二天很累 睡冷覺 我說這個令到晚上 又睡不到 你打亂了生理時鐘 我就說 當然盡量不要睡冷覺 有時候其實你想一想 你覺得眼睡 可能太沒有工作 會不會讓自己做 就令自己不要睡冷覺 但如果真的很累 我又說睡得聰明一點 什麼叫聰明一點呢 可能不要說五六點才睡 早點可能一兩點 可能睡十五至十分鐘 只是讓自己休息一會 不要太影響睡眠的過程 當然一邊說 如果你要說睡眠 實在太多了 但我都很想帶出一件事 其實都有不同的 每個人都不同 是他的生活習慣 還是剛才都說 一直有很多事情擔心 很多事情很害怕 令自己困住了 睡不到覺 所以有時候 我都看見是因為失眠 或者睡眠的情況 去找個人輔導 所以我都會覺得 如果真的有困擾 自己嘗試的方法 也不是很臭 不妨也試試個人輔導 我們在當中 當然了解 有什麼困住你 甚至可能幫你和你一起 我們有個睡眠日記 一起去做 了解多些 讓你更加清楚 時間真的有限 我們可能過少許時間 回答最後這條問題 好啊 這條問題就是問 現在面對疫情 大家各個都要戴口罩 還有注重個人衛生 自己要盡力去做 但是這位朋友 他每天上班 除了工作壓力 還有時有點生氣 還有擔心 因為有很多同事 都不戴口罩 甚至繼續好像以前一樣 不斷口抹橫飛 打黑癡 怎樣罵都沒有用 那怎樣處理這些情緒 令自己舒緩一點呢 首先呢 我都明白 我們其他人 又是我們控制不了 罵 可能他們都未必聽 有令到我們怒氣 但我想我們要記住 我們有選擇 首先我們要做好自己的保護 那我們都可以表達 告訴對方 譬如有些事情 原來你真是擔心的 可能你要去不停的 可能在Pantry 又喝東西又和你寫 其實呢 你都要給他禮貌 我們都要知道 未必是罵 其實我真的有些擔心 如果他不想戴口罩 那可能我自己也要戴口罩 或者暫時 可能我要避一避跡 離開一下 那我要記住 我們自己有選擇 還有我們的情緒 有時候很容易生氣 生氣又是很生氣 很辛苦 但是我們都會找一些渠道去抒發 好像剛才我們說 嘗試做一些呼吸 好像很簡單 就想在公司幾下 去一個安靜的位置 讓自己定下來 或者聽一些歌 好像剛才阿媽說 聽一些舒服的 或者有時候我都會建議聽一些 可能現在很多很純的音樂 很舒服的 讓自己定下來 就不要不停地想 為何他那麼壞 為何他又令我這樣 我會不會病 我又控制不了他 不要把那件事生氣的感覺 讓自己慢慢去處理 我們也記住有選擇 我們可能真的有時候 工作環境不行 但我們是否一定要對著呢 或者我們自己再保護更多 是不是 可能跟他說話 就可能去洗一口 去HR 補充他 是的 就是我們可以表達我們的不滿 沒錯 沒錯 原本還有很多問題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希望今天可能回答不了 但希望下次再請Janette 上來再跟我們聊天 好啊 相信我想今次各位姐妹 希望大家都拿到一些 你們有用的東西 應該很感謝Janette 今天跟我們在 快要掛三目封頭的情況下 都跟我們聊天 那麼 香港瘀岩基金會 我介紹一下 就是一個非牟利的慈善機構 如果大家都認同我們的工作 希望你可以捐款支持 而螢光幕的右邊 這個QR Code 都一下子 就可以去到我們的捐款網頁 好了 讓我預告一下 我們下次的節目 先 我們這個阳岩你要知的網絡系列 下次會在7月11日 我們會再請其他專家 和大家見面聊天 記得留意我們的Facebook公佈 未Like我們的Facebook 就要快點Like 如果也要設定搶先瀏覽 緊貼follow我們 在這裡再次再次多謝Jeanette 也多謝大家 也多謝所有的朋友上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